来关心 昨天有一位资深媒体员在脸书写出 2014年他曾经被一名现任国民党立委 在参会上抱住并亲吻的性骚扰经验 国民党立委傅昆奇在昨天晚间发声明指出 从未有过任何性骚扰 请依法提出告诉 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则是呼吁 党中央介入调查 绝不能够轻忽此事 在脸书写出自己被性骚扰的经过 资深媒体人回忆起2014年 曾经在参会上遭到一名想要居间 统整国民党选举的县长抱住并亲吻 而这名县长是现任立委 不曝光他的名字是因为厌恶 但应该很好猜 引起外界讨论 遭到影射的国民党立委傅昆奇 同一天晚间发文字声明指出 从政二十年来从未有利用权利关系 对于女性或下属有任何性骚扰的情势 尊重及支持性别平权 若有任何性骚扰情势 请依法提出告诉 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则 呼吁党中央绝不能轻忽此事 针对任何侵犯身体自主权的行为 我们绝不允许更不会坐视不管 更不容许任何妥协空间 因此我们要呼吁党中央 绝对不要轻忽此事 应该主动针对举报内容 积极的介入调查 绝不宽待 国民党中央则表示 即刻启动党内性贫调查机制 坚决捍卫性别平等与女性权益 控诉的资深媒体人 也在傅昆琪发布声明后回应 公布此事 是想鼓励年轻女性 遇到性骚扰 不要隐忍 请当场发作 你的强害会让你更坚强 也会让社会更进步 至于对傅昆琪 则不会提出告诉 记者 朱峰之无奇称 综合报道